到了一款监控机器人 据说能将犯罪率降低一半 就是最近几天现身纽约机场内的巡逻机器人 Canascope 在上班的第一天就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虽说是巡逻机器人 却一点也不为演 弹形造型甚至有些呆萌可爱 无法不引人注目 它身高1.5米 重量约130公斤 充电只需15到20分钟 就可以待机24小时 旋转的身体上 分布着高清红外摄像机 可视野记录四方八面的情况 还有热成像传感器 激光测距影 雷达空气质量传感器和麦克风等 来在夜晚的时候 做无光条件下的宣布 如果它检测到异常噪音和温度变化 或已知的犯罪分子 它会提醒地方当局 要想逗它玩 它就会发出划破天空的刺耳警示声 并再发回一个警报 催促监视人员 使用软件查看机器人周围的情况 设计者称 之所以把它设计的略微滑稽 是不想吓到每个人 让他们因此不喜欢科技 希望它能让儿童和老年人 有安全感 有望替代保安 处理错综复杂的现场状况 视频院做了自己的Niscope 由Max无限创业翻译经济制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